男嘉宾严先生20岁来自黑龙江司机 女嘉宾刘女士22岁来自黑龙江护士 欢迎两位 这个 你好 好好好 谈恋爱谈了有多久啊 七个月了 才谈了七个月啊 对 怎么谈着谈着谈到这儿来了呢 就是我觉得吧 就是他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然后对我也不是很好 尤其就是小心眼 然后就是比较接受不了 就是有一次吧 就是我一个发小给我打电话 就我们俩好久不联系了 从小玩到大的 他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问候一下 想问我现在工作怎么样了 生活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在旁边 就语气特别怪 就问我说这男的是谁啊 然后我就行色挂了电话之后 我再跟他解释 结果挂了电话之后 他就对我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就直接质问我 说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谁 我有跟他解释 我说那个 我说他是我发小 我打从小玩到大的 结果你怎么对我的 你要求我 必须把他删了 必须把他微信删除 电话拉黑 就不允许我联系了 更过分的是什么呢 后来我这个发小 给我打电话 他直接把电话 就抢过去了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 你给我对象打电话 干什么呀 那个你是不是有病 就直接开骂了 就是语气啊 和说话方式 特别特别过分 就让我特别特别难看 我感觉你跟这个 异性朋友啊 不是一般的朋友 你有什么事 我是你对象 你跟我说行 你不要跟他说啊 那我嘴旁边呢 那我不嘴旁边 你俩说啥啊 我俩能说什么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了 我俩能说什么呀 那你是限制他 只跟这个发小联系 还是跟所有的异性朋友 所有异性 所有异性 对 之后因为这事 跟我闹离家出走 我怎么找都找不着你了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后来呢 终于打了十多个电话 接了 接了之后告诉我 你必须给我道歉 你必须就不能跟他联系 断绝联系 那我就是不想跟你俩联系 我就不喜欢你跟这个异性朋友联系 我就是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 就是感情的问题挺多的 然后呢 我也就是想跟 就是想跟我这个朋友 就是算是诉说一下的吧 也是想让他帮我出出主意 你说你不觉得 就是你管我管得特别严 就是让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吗 有一次吧 就是我正跟我这个朋友语音呢 他就把一通电话就揉过来 告诉我 你跟谁说话呢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发语音 你为啥占线 你必须马上给我截图发过来 那你截图 你截的是谁 你截的是你爸 和你爸的流程纪录 后来我看你手机 跟你爸根本就没有聊过天 是你跟那个朋友 你一行朋友聊过天 你是心里有鬼啊 不告诉我啊 为啥欺骗我啊 我就是觉得 我人生一点自由都没有 而且你本身就是小心眼 你说我俩本身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说我才就是跟你说 那是我和我爸的流程纪录 我这么管着你还这样 那我跟我闺蜜呢 跟女生出去逛街 这她也管 那你说我俩 两个小姐妹之间在一起吧 就是逛过街 出去喝喝奶茶 我觉得挺开心的这件事 你倒好 发一个视频不够 还需要再我再发第二个 就是恨不得说 三分钟发一个 三分钟发一个 让我以后还今后怎么社交 跟他们谁都不学习联系了 只能围着你团团钻呗 我不在乎你 我能这样吗 管着我 主持人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微信好友 多少个人 他都了如指掌 多一个少一个 那都不行 必须经过他同意 然后那个最后终于查出来了 多那个人 是啥 就是个卖手链的 是个女的 因为这事跟我让人半天 然后他不光是管着我这些 他就是连我穿什么衣服 都需要管着我 那你说天气热了 有的时候女生都爱美 穿个短裤 穿个裙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在他看来 那是不行的 他那帮朋友也是如此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吃饭 还有他那帮朋友 那么朋友就特别过分 跟他说 说你对象腿挺白呀 那我朋友是开玩笑 他不开玩笑 他会这么说 再说了 别说你平常那么穿 就算咱俩出去玩 你也是这么穿 穿个特别暴露的裤子 那怎么的 你恨不得别的男的 丑你两眼 我觉得吧 穿什么那是我的自由 你是跟我出去玩去了 还是让别人丑去了 我觉得穿什么那是我的自由 但是你朋友那么说我 那就是不行 就是不尊重我 但是你呢 你怎么做的 他是开玩笑 我能怎么说 你不是 你买的看不上我朋友吗 你说你们在一起 有什么好 天天在一起 那就是狐朋狗友 一天到晚就是 除了你喝酒 还会干啥你们 这是我自己 没有有点社交吗 我在工作已经很累了 我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一起吃吃饭 说点我那个心里憋屈的话 那我吃饭 不都带上你了吗 你不说带上我还好点 你说带上我 我更生气 你说本身 我上一天班就挺累的了 你天天跟你那帮朋友 喝到一两点钟 我还得陪着 那第二天 我还需要工作呢 别人都带着对象 那我咋俩出的一样 跟美术一样吗 你要是说 跟人家是正常社交 咱们俩说说 就是偶尔聚一次 你们是怎么的 一星期 七天 恨不得 五天都在聚会 都在喝酒 我就是生活中 我上班很累了 我想放松放松 放松 除了喝酒 就打游戏 要不就 你说下班了 我就行 有的时候咱俩就是聊聊天 聊聊工作上事 聊聊生活上事 我觉得挺开心的 你呢 你要不就带着我 跟你那帮 你跟帮胡朋友 出去喝酒 要不然就打游戏 我打游戏 我是我下班 我想用自己的空间时间 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且你一下班 就会给我发短信啊 发微信啊 说你那些领导 说你各种委屈 合着 你拿我当你的出气筒啊 那你说我一个女孩子 我心里委屈 我不跟你说 我跟谁说呀 那你说的那些事吧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听 那我下班 就这么点时间 我就听你跟我说那些 你对我出气话吧 行 行 女生大概是你出去 交际的面子吧 又是护士 长得也还不错 小姐姐大长腿 因为我朋友都带着 对象 我问你是还是不是 是吧 所以它是两个功能 是你出去应酬的时候 需要给你撑台面 对吧 可以那么说 你回家打游戏的时候 需要不烦你 对吧 你需要管理它的时候 它出现 你不需要管理的时候 它不能发生 是这样吧 就是我累 不带游戏 我累 我喝酒 女朋友 不能跟别的男生 在一起交往 交往就有问题 这是你的想法 我感觉玩游戏喝酒 是我生活 几家的一种方式 吃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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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